2002年5月7号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Elon Iverson发表了那段著名的Practice言论 事实上他一口就说了 二十个Practice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拥有盖世才华 但又桀骜不驯的Iverson 开始和素来注重纪律与训练的 七六人主教练Larry Brown产生矛盾 当一年以后 老帅Larry Brown远走底子律后 七六人队没有人 再能束缚Iverson那自由的灵魂 他开始缺席训练 和球队高层发生冲突 场外麻烦不断 再考虑到AI的年龄等问题 终于在06年冬天 七六人队将年过31岁的Elon Iverson 七六人队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摆上了交易火架 Iverson情要不逊的性格和不稳定情绪 只是七六人想把他交易走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 对于AI未来生涯的判断 1米83的身高是天生的防守劣势 在盛年时期 Iverson固然可以靠当时顶尖的进攻火力 弥补在防守端的漏洞 尽管上赛季 他轰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长径33分 但七六人却8年来首次无缘季后赛 更何况 Iverson已经31岁了 七六人不想把他们的未来 压在一位即将走过巅峰期的老将身上 第三个原因是 人称小AI的Iguodala开始飞速成长 已经能够胜任球队核心的角色 飞城七六人队的管理层断定 Iverson的出走 不会使球队的战机遭遇断崖式下跌 06年冬天 七六人开赛五胜失败 双方都意识到 分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Iverson对七六人管理层说 是时候了 虽然缘分已尽 但球队和AI之间 仍然有浓烈的感情存在 七六人期望Iverson 可以加盟一些 能够赢球的球队 所以他们让AI列出一些 他想去的球队名单 管理层会尽量满足答案的要求 AI给出的名单里 包括了金块和灰狼两支队伍 迷你所有大的媒体曾宣传说 Iverson十分期望 能够和Garnett一同打球 但在进行多轮谈判后 Iverson最终来到了丹佛学员 那里有一个和Iverson 同样桀骜不驯的天才球员 来自03白金一代的进攻万花筒 Carmelo Anthony Andre Miller Joe Smith 以及两个首轮选秀权 一笔平平无奇的交易 结束了Iverson 在七六人效力的十年生涯 交易达成之时 Iverson的场军得分是31.2分 排在联盟第二位 第一位正是Melo的31.6分 得分榜前二的球员突然联手了 组成了全联盟火力最强的外线组合 人们开始期待这对黄金双枪的威力 而那时的金块 也不乏能力出众的角色球员 像是知名投手Jair Smith 昔日状元Keyan Martin 防守大闸Marcus Canby 鸟人Anderson等 黄金双枪场军60分的进攻火力 再加上知名角色球员们 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成为 戏曲的黑马 尽管这套阵容看似豪华 AR Melo一波接一波的单挑 让人眼花缭乱 但金块却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缺乏稳健的核心后卫 串联全队 Iverson从骨子里就是一名得分手 传球和进攻组织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而彼时的Melo更是一个得分偏执狂 球到他手中基本就不会再传出来 主教练George Carr 以及众多金块球员后来曾这样说到 Melo那个时候想的就是 咱们每晚得到30分以上 赢球在他心中只能排第二 时任金块主教练George Carr 是个试进攻如命的教练 被誉为进攻大师 但他却没能将Iverson和Melo 当时两大得分手完美结合 Carr教练对进攻的偏执 有时候会不惜放弃部分防守 来换取快速得分的机会 金块成了一支 攻抢手弱的球队 但进攻更多的 也是依靠AI、Melo和JR的单打 他们场均能红下105分 但场均失分也高达103分之多 像Camby、Martin、Nene这样的防守和将 在这样的进攻体系下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而在AI加盟时 Melo和JR因为在纽约的打架事件 正处于竞赛期 田瓜被竞赛15场 JR被竞赛10场 被交易至金块队时 Iverson原本以为 可以结束自己多年的疯狂单打生涯 成为一名多功能球员 但现在 卡尔主教练显然需要他的单打 于是Iverson的单打生涯还得继续 在Melo缺席的10多场中 Iverson数次砍下30加 带着一群替补阵容 迎向了接近5成的比赛 但当Melo和JR等主力归来后 AI局发现 金块的成绩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 取得很大的突破 Iverson开始思考 他和Melo之间兼容的问题 他开始减少了自己的强攻次数 并且增加了弱策无求空切 出手次数降到近10年以来的最低 更高效的分配球 更加成熟的进空选择 也让他的真实投篮命中率 达到了生涯最高 而Melo则专注于 每晚轰下30分 开始向着得分往前进 但AI的牺牲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 至06-07赛季结束时 金块队的战机名列西区第6 只比上赛季Melo独自淡队 多赢了一场 07年季后赛 金块的对手是老辣 沉稳 苏与整体防守著称的 圣安东尼尔马次队 季后赛开门一战 是黄金双枪 整个赛季以来 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 Iverson用他的内外突破 闪电crossover 轰下31分 Carlo Anthony 则在低位横冲直撞 如入无人之境 中远距离跳投无解 也轰下30分 两人联手 贡献了球队3分之2的得分 当其中一个人手感不佳 开始失准时 另一个人总能蓄上活力 Lennie和Kenby 联手限制住了 伟大的Tim Duncan 施弗全场17中期 只得14分 金块队打出了一场 Kar教练梦想中的比赛 但就在丹佛血缘 未知真必高呼时 金块队 刹时间从天堂摔到了谷底 马次队一鼓作气 赢下了接下来的 全部四场比赛 Iverson第一战里的神奇不在 整个系列赛 AI纵然能轰下22.8分 但命中率只有可怜的36.8% 三分命中率不足30% 黄金伤枪之间的球权问题 以及关键时刻 谁来执行出手的问题 开始暴露 整个常规赛 Melo的出手次数 都比Iverson要高 但季后餐五场比赛中 Iverson的出手次数 高达23次 Melo只有19.8次 但这就是Iverson的比赛方式 他的超过得分 是建立在超多球权的基础上 当他拥有最多的出手权 却无法命中那些球时 所有的问题都开始显露 而这只是他在 丹佛的第一个赛季 07年12月12号 Iverson打算跳出最后一年合同 以便签一份 更丰厚的六年长约 AI说 我打算达到39岁 我非常希望留在这里 我希望在丹佛 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但如果Iverson和Melo之间 找不到球权 以及赢得比赛的默契 战神的选择将会极其被动 想要在丹佛高原终老 更是难上加难 07-08赛季 双枪卷土重来 但他们之间的默契 变得越来越少 两人更加各自为战 球队毫无化学反应可言 在得分榜上 Iverson场均26.4分排名第三 Melo紧随其后 场均25.7分排名第四 但金冠队的战机 却从去年的西区第六 滑落到了第八名 勉强搭上了 季后赛的末班车 07年12月5号 是Illand Iverson最后的疯狂 那一晚 费城曾经的三号 在百事中心黄昏 当时对阵胡人 Iverson如01年总决赛第一场一样 在胡人后卫间来回穿梭 突破 骑停 中距离 过人上篮 前三节 披落49分 AI打得十分兴起 仿佛他还是曾经那个 肆意奔跑 挥洒天赋的少年 但到最后一节 如梦出行一般 他似乎突然想起 我已经不再费城了 于是最后一节 他收敛了自己的锋芒 只出手了四次 得到了两分 这是他生涯 第三次轰下50加 这场比赛最后 还是Melo接管了比赛 他在第四节 狂飙十次投篮 却仅仅得到八分 金块队遗憾落败 那场比赛 就是金块队 整个07-08赛季的缩影 当Iverson状态火热时 他要担心 是否占据了太多球权 当他命中率下降时 场均24出手 反而成了低效的表现 黄金双枪 永远无法找出一个平衡点 因为他们两人中的 任何一个 都不可能去打无球 他们都需要有球在手 这就是这对搭档之间的尴尬 当Iverson与Melo竭力牺牲 为彼此营造发挥空间时 却发觉彼此 甚难完美接轨 而丹佛的其他人 都没有分配侧影球的能力 这让AI必须担负起 组织者的任务 然后在自己和Melo的 进攻比重之间 进行斟酌平衡 调整角色 而不复如01年的76人一样 全队听由Iverson一人发挥 这样需要分配 把握节奏的工作 也许传统控会Stockden Kid Nash会驾心就熟 但对AI来说 这却另有一种 繁琐涌杂的沉重 因为他从骨子里 就是一名攻击手 而不是组织者 在丹佛 AI从不缺席任何一次训练 谈论着他想在这里退役 对媒体说 他想做一个好父亲 在谈及07年 被马刺淘汰的系列赛中 糟糕的表现时 AI淡淡地说 想到马刺最后是冠军 我心里就好受了一点 08年季后赛 是Iverson证明自己能和Melo兼容 率队取胜的最后机会 但恰逢这一年 西区的竞争空前激烈 48胜的勇士 都被排除在了季后赛大门之外 50胜的金块 也只是赶上了季后赛末班车 然后他们在首轮遇上了 Coby率领的洛杉矶湖人 连续两年不走硬的金块 多碰上了真冠球队 马刺和胡人是21世纪 头十年里的绝对霸主 从2000年到2010年 胡人和马刺包揽了 这11年中 十次西区冠军和八个总冠军 Coby Bryant和Tim Duncan 也是那个时期 联盟最伟大的两名球员 但这一切 当然本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 金块队所碰上了 08年西区首轮 金块队第一场的表现 就像是07年对马刺的翻版 AI和Melo再次分别轰下30分 两人甚至联手送出了14助攻 但和去年不一样的是 西班牙人Pau Gasol 玩包了Camby和Martin Gasol独自轰下36分 16篮板 8助攻3火锅 直接打穿了金块队的禁区 金块队在这一年 场军10分已经达到了107分 他们根本无力招架 胡人队猛烈的攻击 Cobie在第二站 独取49分时助攻 打穿了金块队的后防线 糟糕的内外尸首 也让金块管理层 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 人们开始预言 G3和G4将是AI 在金块最后的登场 第三站 Iverson和Melo完全迷失 两人合计38中时 一个16分 一个15分 再次吞下一场惨败 第四站 胡人毫无悬念的将金块横扫出局 Gasol场军贡22.5分 9篮板和2.8火锅的数据 几乎以一己之力 打爆了金块的内线群 而Cobie则在外线如鱼得水 场军33.5分 5.3篮板 6.3助攻 全面数据 这时金块管理层考虑的 已经不再是 AI和Melo如何兼容的问题 而是能用33岁的Iverson 换回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 Iverson会走 但谁也没想到 事情会来得那么快 08年10月2号 金块和胡人在百事中心 打了一场充斥着大量失误的尴尬比赛 Alan Iverson出场37分钟 8投3中 得到13分 3篮板7助攻 外加4次失误 单幅97比1040例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AI很认真的对记者们说 我们原本很有机会拿下比赛 但在第四节的防守端 防得太多错误 下次我们必须克服这些 可惜的是 对AI来说 没有下次了 两天后 他被送到底特律 用来交换 川斯·Billips等人 而此刻 距离Iverson来到丹佛 才过了一年零时一个月 显然管理层 对AI这两个赛季的表现 并不满意 由Iverson和Melo 率领的这支球队 尽管两年都打进了季后赛 但总战机却是屈辱的 一胜八负 去年还差一点 成为史上第一支 被挡在季后赛大门外的 50胜球队 这个球队当初组建 黄金双锹的初衷 实在相差太远 Melo很坦诚地回答 这个组合的实验失败了 只要我们没能赢得总冠军 那就是失败 但AI表现得十分坦然 他说 交易并没有让我感到烦躁 篮球始终就是篮球 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打球风格 因为我只知道 这一周打球方式 33岁的AI 曾期望能在单负血缘中老 但现在他一生怨言也没有 收拾好行囊 连走底特律和新的队友教练打招呼 开始新的训练课 他明白自己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黄昏期 但他也知道 他的身上仍有万军之中 取上将首级的气魄与决心 仍有遍体鳞伤却不下火线的执着和坚韧 仍有与比自己高大的对手 徒手若薄的勇气 同时他的身上 还有曾经那个孤身对抗OK组合 与全世界为敌的 《费城三号》的一谋悲凉 艾伦·艾伯森将永远保持他的骄傲 和骄傲不驯继续漂泊 直到他的精神再也无法超越肉体的极限 依依不舍地卸掉身上的戎装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